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 如果变天阿童指针 也有三个之恶的多个国会的心位 所以阿童不可能落实 第二就是是不是回教的断吃法 不会影响到非回教 就是你跟我 第三是不是断吃法的落实能够解解贪腐和赤汉的问题 第一 如果他们是真的 他们是不是有三个之恶的多个国会的心位 来修改献法 落实断吃法 我说 可行道 为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 因为回教党好像在1999年 在登岸墓中指证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三分之二 他们也没有三分之二 当时在1999年 他修改中的宪法之后 他强调修改中类的宪法的内容 是干净器和南京的教育 同学们 我们了解到在马来修改中 马来修改中的宪法是必须要的性能力教 他们不可以被称呼 称为叛徒 所以在登岸墓中1999年 当时文家党提出的时候 如同的义言也一起自信 所以结果虽然他能有三分之二 也一直通过 所以如果来到中央 回教党主导的一点 他如果修改献法 强调的就是这个修改 是根基可能性 那么我敢说不同的国会议演 也一定会自信 所以我们不需要成为政治的国家 任何一个时候 我们的国会和国会议演 超过一半是信仰回教 所以我说修改献法 若是万之法 可信到 很无论 很低的必须要支持 第二 是不是万之法会影响到 非为教育 非为教育 我说会 因为如果要落实贯之法 他必须要修改献法 以回教完治国 才能够落实贯之法 而如果是以回教治国 而如果是以回教治国 那么你跟我的地位 在还一串是受到影响的 今天我们有提示法 我们有回教法 所以我们是目前面对的是敌事法 所以我只为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这个国家有真正的万世 而一个回教徒 非为教徒的女性 被回教徒抢劫 对不起 我们必须要用这个简单的例子 非为教徒的女性 被回教徒抢劫 而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是在世行万世法 那么我回教徒的被控告的人 是根基回教法 而因为是根基回教法 那么那个非为教徒的女性 也必须要跟回教法 没有选择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必须要有四个正人 才能够有一个平正位 才能够办法平正位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问题 另外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 就是如果我们跟满面福报 进行三位上的任何做 我让我们做阿里巴巴的任何做 如果有什么正义 回教徒要求的是比较 那么你跟我是没有准确的 我们第一次要面对的是比较 所以大声的说 若是万之法 肯定的影响到同胞 除此之外大家也了解 那我们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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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受安交丁舍奴 这些惩罚是违反的人情 所以在二十一世 因此 如果是违反的人情 那么这个国家是被公认 比较落后的国家 没有同志者会来解释 也没有理由 因为他们肯定受益者 除此之外 他们会坚持 坚持的什么 非为教徒接受 他们的非教的价值观 这也包括禁止 禁止很漂亮 男女分开座 没有失业 男女不可以来上遥远 没有我们叫亲人籍 没有失业 游泳也不可以穿冰淇淋 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个已经在有一些中 被弱势和被失业 所以这个肯定也影响到 非不要 而最后呢 也就是我常常讲 如果他们真正的先不 弱势万分 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 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 交易这次的肯息 将会受到很大的 互联的打击 而将一次为整个国家 肯定 甚至我说 我国的股票市场 将会降低最少30到50% 而如果降低30到50% 很多小型中型的大企业 都是到股票一样的来败 而如果股票市场降低 很多人将会面对拍卖股票 所以将会外来严重的经济的抗击 除此之外 就是那个贪腐和赤喊的问题 胖死的时候 我也以为是不得性的 但是当我了解过后 世界上有四个国家 弱势断织法 大的国家是被公立的最汉口 最没有自然 最不稳定 这也包括伊兰 伊兰 阿加密斯坦 巴基斯坦 索马亚 斯坦 奈吉利 这些都是以回脚制 而断织法 所以希望同胞 不要相信说有贯政法 我们就没有按五分 就治安比较好 没有要三分之二 但是通常马来西亚 马来人超过50%的国会的席位 是144个 不必看的 全国有222 144肯定是回教徒的 马来人没有选择的嘛 他必须要信仰回教的 他一定的嘛 他们人口都60多%嘛 所以任何一个人在安慰我们说他们没有三分之二是讲骗话的 你看我只登干路州当时1999年 不同的议员也要站起来的嘛 所以如果真正的修改 他肯定会讲根据可兰金的内容和教育 那么每一个人都必须要 那时候就没有回头路了 我们肯定没有三分之二来推翻 所以马萨布也讲了 跟新洲日报的专访的时候也公开的讲 不是我们讲的 他说你们要反对可以去国会反对 我们在国会修改 最民主的 对